接著到第二個例子 這是M1常見的文法 叫做先D後煙 我們一起看看是甚麼 部分A叫我們找DDX的二次Lonix 我們的說法是Product Ruler 左D右再加右D左 那你就會有X 再加2XLonix 就成功找到 然後Part B叫我們in了這個 由1in到2XLonixDx是甚麼 記得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我們的巧妙之處就是 你先寫一條橫式出來 這個就是Part A的結果 你會看到其實你現在要in這個XLonix 在我們這裡也有出現過 這個inXLonix其實就是這個inXLonix 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要in的時候 就是我們左右也in了它 你看到這裡有紅色筆 即是你考試就不要寫出來 考試就自己知道了 否則你這個也要補回DX給它 你in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說就是 1D1in就玩還原 對不對 但今天我們in的時候 由於這個是一個Definite 這個是一個Definite 所以沒錯 1D1in你是會玩還原 出回自己X2次Lonix 但是你in完之後 也是要代數的 也是要代數的 那就等於in由1in到eX 我不如拆開它 再加2倍ofin由1in到e 這個XLonixDx 就是這樣 那你會看到 就是題目要你計的那塊 題目要你計的那塊 其實就是這塊 XLonix 所以我們就可以 不如你把這塊 就可以放過來這邊 對 或者把這個放過來這裡 那你就會有 順便代數 你的X代1的時候 你會看到是出e2次 對 因為LonixDx是1 到你減代1的時候 OK 減代1的時候 你會看到Lon1 Lon1是零來的 所以這塊零了 等於in這塊 那就是x2次除2 對 那你就困住它 代1代2 再加2倍in由1in到eXLonixDx 那這個你代 代數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e2次除2 減代2分之1 再加2倍in由1in到eXLonixDx 那所以整個數就會變成 1個e2次減半個 所以就會出e2次除2 加2分之1 就等於2倍in由1in到eXLonixDx 那所以它這裡整個就是2分之e2次加1 那你把這個e除下來的話 它就會變成除4 那我等於由1in到eXLonixDx 那這個就會是題目所說的 4分之1e2次假日 就是這樣